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下载器中间线的一个人的基本使用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再来跟大家讲个人的实际案例 就是我们使用下载器中间 来设置随机请求头 因为为什么要设置请求头 其实请求头的话 就是user agenda 因为如果你再频繁的 如果你再频繁的去访问 去爬去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的请求头 就是user agenda 永远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别人再抓到你请求头的话 他就直接可以将你的请求头 把它给禁止掉 他可以不永久禁止 比如说我就给你禁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 我们爬中是不是就卸菜了 这两个小时你就做不了事情了 所以的话 我们请求头的话 就可以在爬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随机的去选择一个 我们不弄成一个 我们在我们爬上里面 准备好多个好多个请求 请求头放到那个地方对吧 只要的话我在下载之前的话 我就从这个列表当中随机的选择一个请求头 这样的话啊 我这个盘轮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吧比较安全一点啊 好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个真的使用啊 好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终端 只要的话我们来创建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创建一个真的项目 scribe demo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是那个scipy 然后是start p-r-o-j-c-d 然后是那个名字啊 叫做啊 user-adget 啊 h-e-r-t demo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在cd到user-adget的demo里面去 哎 啊 p-r-o-j-c-d 好 再cd到这个user-adget的demo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爬虫啊 这个爬虫名字我们给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http-bin好吧 这地方我们要去访问一下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的话 呃 你如果去访问这个user-adget的这个ur的话啊 他是直接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user-adget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只是为了做测试 就是说 看一下我们这个user-adget的有没有设置成功 所以的话我们就不去请求一些真实的网站了 我们就直接来到这个网站来做这个测试 好吧 来做这个测试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叫做http-bin啊 http-bin 然后是他的那个域名是http-bin bin.org啊 好 穿进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pychop来打开这个项目 好吧 打开 在这个scribe demo里面 然后是这个叫做 嗯 没有在这里面吗 我看一下啊 创建到哪里去了 是在scribe demo的吧 scipy demo里面啊 哎这个里面怎么没有啊 啊不是 是在scribe demo 啊在这里啊 找 好 在当地中的打开啊 好 好那么我们这里面首先新兴新建一个开始文件就是stardstardstard的领域对不对 然后from这个什么呢scribe import from scipy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设置一下他的这个啊 啊派生解释器啊 设置 然后的话点一下这个项目啊 这个地方我们选择这个解释器 这个地方我们选择这个爬充 点一下确定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最后可以来导入这个什么的7d line 然后这个7d line点 ese在执行这个代码啊 执行这个什么代码呢 scripy craw crawl 爬取htpbing 啊htpbing这个爬充对吧 点split的啊 保存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呃东西就写完了啊 接下来再来到这个爬充当中来写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啊开始的这个用来改一下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啊 好这个我们可能叫c复这份 然后的话放到这个呢可能交易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行这个又二的话他直接返回来就是一个json数据 直接返回来的就是一个json数据啊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打打一打给大家看一下啊 prent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response.test啊 控制json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爬充就写的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爬充就可以去运行的啊 不可以运行啊 我们这个爬充还不能运行 还得去改了呢 还得去改这个settings里面的这个啊 遵守机器人这个协议 让他改成那个什么呢 改成这个tru 改成这个force啊 如果你遵守这个爬充协议 也就是做你这个机器人协议的话 他会首先到啊 那个网站上面去爬取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爬取到 他就直接不去爬取的啊 说的话就不不好啊 不好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改一下改成force啊 好改成force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设置下这个请求头 好吧 再来设置下这个请求头 现在这个请求头我们来给他设置这个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 同志加索保存一下啊 然后再来到这个start.py右键来执行一下 呃 看一下啊 这地方他是不是又直接返回来了 就是一个加索数价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看下这个请求头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个里面啊 只要在这个里面通过这个test 然后的话再把它给load成 再把它给 因为他就是一个json字符上 那么我们再把它给load成一个字典 这样的话再把它给 再把它给把这个use agent把它给取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use agent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导入一下啊 impaul一下这个json 然后的话这里面是啊 use agent的啊 这个什么呢 json点loadloads啊 然后跟上这个啊 response.test 对吧 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use agen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啊 拿到这个use agent的对应的这个值 接下来我们这边再来打按一下这个use agent的啊 再来打按一下这个user agent的啊 好 可能加索保存一下啊 再来走一波 嗯 哎 这个地方有了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是说呃 为了去呃 验证我们呃 就是说为了去验证我们那个啊 下载器中间 我们那个随机请求头的那个下载器中间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来到这个midware 这个地方来写我们的中间啊 就是以后的话 我们这个中间键都可以写在这个midware 这个里面啊 只要这个midware 这个里面的话 他默认的给你写好的一个正的中间键啊 但是这个中间键的话 它是一个爬虫中间键啊 是一个爬虫中间键啊 这个爬虫中间键的话 它里面也有一些正的方法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这里我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 这个process spread input 就是说啊 他会在把这些数据塞给这个爬虫处理之前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的话是爬虫在返回现在实现的数据之前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是爬虫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是爬虫开始请求之前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是爬虫完毕了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是爬虫的那个中间键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那个下载器中间键啊 这边我们重新来定一个好吧 class叫做什么呢 叫做 呃 user engine user engine user engine 那个下载器 download dow wmlad download 中间键 middle middleware ware 主要的话让他继承这个object啊 这里面我们我们是让他什么呢 再请就这个啊 再下载 不是 再发送给这个下载机之前 我们要给他设置这个啊 请求头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要就实际哪一个行数啊 是不是应该要去实际这个process request那个行数啊 比rcess process iq es 对吧 这里面需要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这个request iq iq es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spread 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可以去给他生这个请求头呢 那么这个请 随机请求头的话 这里呢 我打开一个网页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网页的话 他里面的话就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那个浏览器 他的这个请求头啊 那么大家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就随机的去选择一些真的常用的请求头 比如说谷歌浏览器的fireforce浏览器的suffer浏览器的 苹果手机浏览器的啊 安卓手机浏览器的啊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啊 比如说open这些浏览器的啊 你都可以在这个里面来把它给选中啊 呃 为什么我选择的是这个网页呢 这个网页包含了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请求头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啊 这个网页里面的 这个请求头的话 它是比较新的啊 就比较新的啊 你到百度上面到网上面去搜索一些这样的随机请求头的话 他们的那个请求头都是比较老的啊 比较老的啊 好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是比较新比较新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 比如说用个谷歌浏览器 用什么浏览器啊 一般的话 都是跟随着这个时代来进步 对不对 如果太老的话啊 那么别人如果精明一点的话 他就完全可以将这个过老的这个请求头 把它给禁止掉 对不对 这样的话啊 也是不好的 对吧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啊 万无一是最好的办法的话 就是使用这种最新的这种请求头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我就不去带他去找了啊 你可以到这里面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 看下这个Chrome Chrome这个请求头啊 这个地方是吧 有这个啊 现在我这个请求头的话 现在我这个五个浏览器的话 呃 他这个版本是已经达到那个43了啊 那么他这个最新的这个请求头的话 是41 对吧 所以说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新的啊 还是比较新的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去到那上面去找了 大家啊 自己真正写那个牌子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去找找找一下吧 多找几个啊 多找几个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啊 把我之前写好的那些请求都直接拿过来 把自己打过来啊 呃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下这个文件夹啊 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的话是来到啊 这里吧 好 然后我把就把这个请求头把它给拿过来啊 把这一大堆请求头都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话 就是说每次发送之前 我就从这个列表当中随机的选择一个啊 好 然后来导入一个包 任何啊 rmdm 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 user agent 不是等这个 呃 self 点user agent 点那个什么呢 啊 任何啊 这里面我们需要调那个任何 rmdm 点任何 点那个穿意思啊 穿意思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列表当中啊 在这一个列表当中的随机选择一个 随机选择一个啊 好 随机选择一个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随机请求头 把这个请求头放到我们这个request的那个headers里面啊 那么就是request的 点headers h-e-a-d-e-r-s 然后把这个地方是user agent 啊 useragent 等于这个useragent 对 好 这样的话就设置好的这个随机请求头啊 那么以后你再去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他会就他就会在这里面随机随机选择一个啊 之前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是不是设置了一个死的随机行举的话 对对 那么如果你他会执行你这个中间键的话 他就会去呃 执行这个他就会去随机上面设这个对对 好 那么我们写完这个啊中间键以后啊 你还得什么呢 你还得在这个settings.py这个当中来设置下 如果你在这地方不设置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键它是不会被执行的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来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download的malware 啊 这里面我们把它的给打开 然后我们这里面来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那个中间键啊 改成这个叫做useragent 这个中间键可能叫c 可能叫v啊 保存下 接下来再来执行下我们这个代码啊 看一下现在这个请求头 它是一个什么请求头 现在这个请求头的话是那个 呃 我看一下是不是跟我这个settings里面一样的哈 5.0 然后是哎 是这个是吧 我再来看一下 哎 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换成了另外一个请求头啊 看到没有 是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的这个 呃 应该是那个火狐浏览器的那个请求头 对对 好 那么现在就换了啊 呃 那么这里话 我们为了让这个爬抽 他的那个请求头随机的更加好看一点 这里吧 我这样来做啊 就是我 请求了一次以后 接下来我再让他去请求一次 啊 就是我重复发送很多次请求去请求这个URL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就是yield 那个scribe 那个scribe点那个request 只要这个地方是给一个啊 self 点那个studyus里面的第0个 就是再去请求这个URL 对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如果啊 再去发送一个同样的请求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scribe框架 它有去虫的功能 什么叫做去虫的功能呢 就是你之前这个URL已经请求过了以后 你再去发送同样一个URL的那个请求的话 他就不会再给你去请求了 所以这事的话 我们就应该告诉他 你不要给我把这个 你不要给我做这个去虫的工作啊 我发送这个请求 你最有拉倒的事实的 给我发送就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他传立一个算数 就是什么呢 让他这个东西等于这个处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 他这个地方 他就只会去执行 只会去执行一次 只会去执行一次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改成那个处 把它改成一个处 就是不要过滤掉 不要过滤掉 告诉他不要过滤掉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相当是请求的一次 接下来他马上又去请求一次 那么的话 这样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的话 我们就给他设置一下 下载延迟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这个settings 这个地方 只要的话找到这个download的delay 就是每次下载这个ur之前 他会去等待多久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让他等待一秒钟 好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设置 随即请求的这个扒手 更加好看一点 就是每次发送一次的时候 他就会随即选择 每次发送的时候 他就随即选择一个 好 保存下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来打按这个usef的 为了让他更加好看一点 这个地方打按成这个样子 再来指定下 好 那么是这个 对吧 是这个火狐了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火狐 这个的话是谷歌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设置了这些随即的请求都 随即的请求都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下载器设置 随即请求都 这个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个段 大家在课项里面 也是自己去练习一下 好吧 好 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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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